农产品要走出不同的商机 这是原山湖东村市县内最大的韭菜生产地 种植面积高达20公顷 因为地形还有气候的关系 这里的韭菜纤维细嫩 品质优良 为了提高韭菜的经济产值 农民还特别研发了多项的副产品 包括有韭菜做的酒 还有保湿面膜等等 借此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原山湖东村市县内唯一韭菜种植川区 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关系 所生产的韭菜纤维细嫩 口感佳 品质优良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用它来做料理 更让人占不绝口 它的香味比较浓 味道会比较好 很适合做一般的加工食品 所以它每年大概 品质最好的 大概是在二月左右 韭菜的营养 真的有很多好处 人们说大股菜插菇材 现在大股菜插菇材 大股菜插菇材 大股菜还在吃菇材 菇材本身就是抑制脂肪的 有抑制脂肪 它就吃菇材不抑制 为了让韭菜有更多元的促销管道 大湖底休闲农业区的农民 特别研发出多项附属产品 包括韭菜酒 保湿面膜等等 希望提高韭菜的经济产值 增加农民的收益 我们黑冬川的专业产品 来到一个公庆 我们为什么在黑冬这个地方 比较整体的菇材较油 因为第一点水质很好 你们看水都很清晰 第二点就是它的土質好 土用好 所以它的鲜染 这些鲜血条件 可以做到这么好就是这样 菇材的经济价值 比我们政党的差不多多了两倍 不过它的时间上 跟它的工夫也要用得更多 所以我们这个黑冬这个地方 是我们这个专业区 台北所有大庆山庭的菇材 一定指名是我们营串的黑冬 属于说 一昌日久好吃的贵肉腐 就是形容韭菜的美味 而目前正是湖冬韭菜的盛产期 有兴趣的民众 不妨走一趟原山 把新鲜的蔬菜买回家 宜蘭新闻记载 賴福欣采访报导